三周之前我放了一集视频帮我的中国卖家卖这间位于圣塔飞温泉的连体别墅 如果你们没有看过这集视频的话 我在这里放一个小卡片你们可以点击去看一下 在那之后的一周之内我们收到了三份报价 第一份全现金不用贷款快速交割 后面两份不砍价但是要使用贷款 衡量之后我们选择了第一份全现金交割的 那现在两到三周过去了 我们顺利的完成了交易 我今天来取回这些密码所和我的这些插在门口的这些标志牌 那我看到租客就是买了这个房子的屋主 把房子租出去租客已经住进来了 你看这个交易的流程和这个衔接的多么的紧密 那也跟我对这个房子做的一些前期的工作有关系 所以今天的这期视频呢 我想分享一下我是如何快速的卖掉这间房子的 那也对在美国有房可能想要卖的朋友 我觉得会有一个参考的意义 如何在美国快速的卖掉你的房子 好下面我们就来详细的讲一下 在美国想要卖掉你的房子 应该通过拿五个步骤来完成 第一个你需要搞清楚在现在的市场行情下 你的房子价值多少钱 搞清楚了你的房子价值多少钱 你就不至于标了一个太高的价格 这个价格你的房子无人问津 也不至于你的价格过低 让你蒙受损失 想要搞清楚你的房子价值多少钱 通常你需要接住一个专业地产经纪人的帮助 像我们这样的专业地产经纪人 我们可以进到一个叫MLS的系统中去 在这个系统中不仅包含了房子必备的一些要素 房子的价格 面积 年份 持有人的讯息 税务的讯息 物业费多少 还包括了这个房子的历史 通常哪一年卖的多少钱 中间转手了几次都能够看得到 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系统 去做一个市场价格分析叫CMA 做完这个市场价格分析之后 我们就会知道你这个房子所在的地方 周边的房子的成交的情况是怎样的 我们甚至可以找到跟你的房子年份相近 面积相近 甚至是户型一样的房子 它的成交价 这样我们可以得出来一个相对准确的 你的房子在现在这个市场上的价值 作为屋主 通常大家会犯的一个错误是会去看 我周边的房子在以什么样的价格出售 其实我们不应该看它挂牌出售的价格 我们应该看它成交的价格 第二步 你需要把你的房子收拾 打扫干净 进行一定程度的装饰 让它变得很漂亮 很有吸引力 那我帮客人代理的这间房子呢 之前它的样子是这样的 我接手之后 我跟屋主讲 你一定要花一些钱把这个房子装饰漂亮 我保证你花的钱可以加到房价里卖出来 那第一 我们做了全屋的油漆的粉刷 这个房子之前租给别人住已经有几年的时间 我们请了专业的油漆公 把整个屋子所有的地方全面的重新粉刷了一遍 让它焕然一新 同时我们请了专业的保洁 把房子打扫干净 然后我们又请专业的家装布置公司做了staging 就是把房子做一个家具的摆设的陈列展示 让走进来参观的买家能够直观的看到 他住进来以后在这个房子里生活的是怎么样的 那相比较一间空屋子 充满了家具摆设的房间会更加有吸引力 第三 你就要广而告知 尽可能多的让更多人知道你在卖的这间房 那这个时候还是要借助专业的地产经纪人的帮助 如果你是自己卖房的话 无论你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 还是在亲戚朋友之间去传播这个消息 它的辐射的面都是会非常有限的 而专业的经纪人 我们会把你的信息放到专业的数据库里面去 中央市场 所有的手里有买家资源的经纪人 都可以看到你的房子现在市场上卖 比如说像我 我手里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买家 如果他们的买家刚好要再找类似的房子的话 他们就会把买家带来去参观 看买家是否喜欢 而且像我刚才所说 当我们把房子放到这个中央市场之后 全美的这些大的商业网站 Zillow Riffin Tulia 等等等等 全部都会去抓取数据 在整个网络内帮你去曝光你的房子的出售的讯息 所以借助专业经纪人的帮助 你的房子的曝光率会大幅度的增加 最短的时间内卖掉你的房子 第四点就是跟买家谈判 当你的房子进行大范围的曝光之后 一定会有很多买家来参观感兴趣 他们其中就会有一些人提出他们的报价 叫做offer 他们的offer会告诉你 我想以多少钱的价格在什么时间之内买你的房子 当然中间还有其他的一些附加的条款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跟他negotiate就是谈判 所谓的谈判不仅是价格上的谈判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时间 通常你需要考虑这个买家会在多长时间之内买走你的房子 像我在视频的开头中提到 我们有三份报价 有两份报价 其实比我们已经接受的报价价格要高 但是我们已经接受的这份报价 它的交易周期很短 它是全线已经不贷款 两周之内就可以完成交易 那卖家衡量下来觉得他节省的时间 其实是更具有价值的 可以节省他的贷款的付款 可以让他更快的资金回笼 去做其他的用处 那作为专业的地产经济人来说 我们被要求把每一份报价都呈现给卖家 由卖家来决定他接受哪一份报价 而我们是提供辅助性的意见的指导 那这一次我代理这个房子帮卖家出售的时候 在第一个步骤 也就是市场定价的环节上 我做了很多的功课 最终我建议卖家 我跟他说 你想要快速的卖掉这间房 你不要定一个很高的价格 等别人来拉锯站 你定一个非常公允的价格 我们就一定可以快速的卖掉 卖家接受了我的建议 因为我们定价非常合理 那我们在谈判的环节 没有过多的来往 那买家的经纪人报价给我们之后 我们非常的有底气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房子 是值这个价钱的 所以我们没有过多的谈判拉锯站 我告诉他们所有的人 这个价格没有很大的空间 所以这一次的买卖 并没有过多的谈判的过程 在很多高价值的房子 交易谈判过程中 那还是有很多的回合的 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尝试 说服对方 接受自己的报价 在那种交易里面 专业的经纪人 对市场的敏感程度 将来的走势 同区域内买卖的情况的掌握和更新 都会帮卖家提供 非常具有价值的讯息 第五步 也就是最后一步了 就是完成交易 那当双方完成谈判之后 OK我接受了你的报价 让我们开始交易吧 通常我们在美国买卖房子 会有第三方叫ascrow 会主持这个交易 成立一个中间的交易账户 ascrow company 它来掌握 那双方按照合约 把交易的定金存进ascrow 就开始交易了 交易的过程中 通常有房屋检查 这个我以前的视频也拍过 我会在这里放一个小卡片 还有做尽职调查 就是我们卖家会填写很多 像问卷一样的信息披露 交给买家 买家看是否接受 还有买家如果要贷款的话 他要进行贷款的流程 拿到银行的批准 好前面就是在美国 想要卖掉你的房子 可能要走的五个步骤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简明而要的一个概述 实际上有更多大量的工作 和可能出现的意外的情况 你需要去应对 所以还是重复的要去强调 借助专业的经纪人的帮助 如果是在南加州洛杉矶区 欢迎大家联系我 我会帮你处理好 所有的买卖相关的事情 随时拨打我的电话 也是我的微信号跟我联系 Call me Thank you Bye bye See you next video